有一位家庭主妇 他去聘用一个女佣人 他下个星期一就正式到他家去上班了 这个女佣呢 他来之前雇主呢 就打了个电话 给了他过去的一个雇主 问一问这个女佣人的品德各方面 得到的回答呢 是告诉他好的少缺点很多 女佣到家的第一天 这位主妇对他说 前几天我给你家里的 过去你的雇你的那个先生打了个电话 他说你诚实可靠 菜做得很好 也非常讨孩子们的喜欢 唯一的缺点就是对整理家务不太在行 屋里总是脏兮兮的 不过他的话我不相信 因为我从你的穿着打扮上可以看出 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你一定能够把我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女佣听了她的话很感动 非常认真的干活细致 也非常的勤奋 把家里收拾得一成不难 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非常的愉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学佛人要口吐莲花 善言会让别人精进 恶言会让别人懈怠 想让自己欢喜 就要让众生欢喜 想让自己幸福 就要让众生幸福 想解决人间的烦恼 用的是慈悲 想脱离人间苦难 用的是佛法的智慧 好的 好的 好像不合了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